而媳妇怀孕后,要求我答应她三个条件,否则就把孩子打掉 第一,把我所有的积蓄60万全部交给她,她要当家 第二,把我的房子过户给她,我从房子里搬出去 第三,要求我晚上住出租屋,白天再过去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怀孕的她 我看了儿子一眼,问这是不是也是她的意见 儿子脸色为难,说 妈,想会肚子里怀的可是你孙子,你也不想我们家绝后吧 笑话,我又不姓周,他们老周家绝后,关我什么事 白天周续去上班前,七七哀哀的问我,妈,你还有多少存款 我知道她和小慧最近在看房子,他们买房,我这个当妈的,多少要帮一点 减轻一下年轻人的负担 于是跟她说,我还有60万,你们要是买房,我拿50万出来给你们做首付 现在房地产下行,我们这种小城市,70万就能买一套地段很好的百平米房子 目前房贷利率低,他们俩就算不掏一分首付,20万的贷款,压力也不大 更何况,他们自结婚三年以来,吃住花销都在家里由我承担 手头应该会有点存款,如果他们没有存款,又不想背房贷,不那么挑地段的话 50万也能买下一套不错的新房了 我留下10万应对风险,房子突然有要用钱的地方,怕到时候没钱着急 儿子神秘兮兮地笑了一下,说等下班回来跟我说个好消息 然后就和她媳妇一同出门,上班去了 我没多想,把刚洗的衣服晾完,也出门去打工 我没上过大学,房地产发展迅速的那些年,我都在工地上干活 搬砖刷墙,乃至开挖掘机,我都干过 得益于行业发展,干了二十几年,我攒下了一套房和一百多万的存款 儿子结婚花掉五十来万,还剩六十万在手里,准备他们买房我再帮一把 现在我虽然干不动工地上的活了,但趁着还能动 我在小区里面接了三份活干 上午先到住在童小区的王婆婆家搞卫生优做午饭 然后赶在十一点半到开在小区旁的李姐,烧菜馆里洗碗 洗了四个小时的碗后,又赶在幼儿园放学前去给童小区的几家双职工接小孩 孩子们一般接到我自己家里,准备点积木玩具和绘本让他们在客厅玩一玩,或者看会电视 等他们父母下班了,到我这里接回家 我一边看孩子,一边准备晚饭 小慧喜欢土豆烧牛腩,儿子喜欢红烧黄鸭头 剥菜小慧也爱吃,速炒就行 汤的话,炖个山药排骨,我掐着时间准备 哟,刚刚烧完黄鸭头,孩子们就陆陆续续被他们父母接回去了 等到热气腾腾的菜全部上桌后,儿子和小慧也刚好下班进门 给他们添好饭,一家人坐下来吃,儿子兴奋地开口了 妈,房子我们看好了,我也高兴 好,看好了就行,到时候交首付 我把银行卡给你,小慧给周旭使了个眼色 周旭又说,不是,妈,房子我们帮你看好了 你看挑个时间搬过去就成 我满脑袋都是问号 正要问他什么意思呢 不小心被一粒饭腔的缓不过来 我还在呛的咳嗽,小慧嫌周旭说话没头莫尾的 干脆自己把话挑明了 妈,我怀孕了,他们被孕三年,终于怀上了 这是好事,我想说据为他们高兴的话 但咳得厉害,越急越说不出话来 小慧继续往下说,这孩子来得不容易 我把工作辞了,在家安心养胎 我终于止住咳,说,应该的 怀孕本身就很辛苦,要好好养一养 就是,刚才周旭说让我搬进你们看好的新房子 是什么意思 我想现在年轻人又都不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 他们出去买房子,不就是要有自己的空间吗 怎么突然提出让我搬进去 就算是小慧怀孕了 需要我照顾,那也可以都住在这里 没必要搬家呀 我确实有些想不通 小慧看了一眼周旭,说 妈,周旭和我商量过了 现在我怀孕了,您总得有点表示吧 我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就三条,你的存款60万转给我 我把我们家的钱都拢一拢,规划一下怎么花 毕竟怀孕生孩子 到时候又是请月嫂,又是请保姆 又是买奶粉,又是买尿不湿 哪哪都是花钱的地方 这套房子过户给我 以后孩子读书需要,你搬出去租房子住 房子我们已经帮你看好了 所以他们看房子并不是要买房子 而是在给我租房子 我怀孕了,行动不便 所以家里的卫生还是麻烦妈白天过来打扫 妈搬过去,一个人也别开火做饭了 依旧在这里做饭,晚上吃完饭再回去 妈,你也知道 你们老人家和我们年轻人观念不一样 住在一起,大家都压抑 你搬出去住,对我们大家都好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合着今天早上,周旭问我有多少存款 在这等着我呢 我有60万存款 他们就60万全部要走 我就只有这一套安身立命的房子 他们让我过户给他们,搬出去住 把我的存款和房子都好走 将我扫地出门还不算 还要压榨我的劳动力 白天来给他们做免费保姆 不对,免费保姆至少不用自己掏钱买菜 我来给他们做饭 还得自掏腰包买菜上门 到底是怎么说得出口的 小灰看着我 和我对视两久 然后说 妈,你不同意也行 刚好我也不想生孩子 毕竟生孩子对我来说 既要牺牲事业,又要牺牲健康 我去打掉好了 这两口子是在搞笑吗 不想生孩子,备孕干什么 去医院又检查又吃药的 现在怀上了说不想生 哥这玩呢 还有啊 你不想生你 跟你老公周旭说啊 周旭埋头吃饭 没有吭声 我转而看向周旭 把想当鸵鸟的他喊出来问 小灰说这是你们商量好的 所以这也是你的想法 自从周旭六岁的时候 我和他爸爸离婚后 他爸爸没有再管过他 我一个人把他拉扯打 我从不愿意说 那些一个人带孩子有多辛苦的话 毕竟是我自己决定要生的 尽心抚养 是我这个母亲 对孩子应尽的责任 但我不愿意相信 自己养大的孩子 竟然会是这样的德行 周旭还是说出了 我最不想听到的话 妈 小灰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孙子 你也不想我们家绝后吧 反正你的这些钱和房子 迟早都是我和小灰的 早一点给晚一点给 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瞬间 我恍然又看到了 前夫自私的嘴脸 这刻在基因里的自私 到底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 哪怕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想要把他教导的品行端方 还是败给了基因传承 此时此刻 与其说是恼怒 不如说是心寒 我花了点时间平静心情 小灰以为我是在权衡 准备逼我一下 说妈 这个孩子失去失留 就看你怎么决定了 他在说什么地狱笑话 法律上我连孩子的探视权都没有 有什么资格决定 他们的孩子失去失留 我看着桌上自己亲手 做出来的三菜一汤 都是儿子媳妇爱吃的 没有一样是我自己爱的 在听听他们说的那些话 心里生出一种深深的悲哀感 我们这代人什么都讲奉献 讲舍己为人 讲吃亏是福 讲退一步海阔天空 以前前夫家暴酗酒赌博 我在娘家人的劝说下 忍了六年 可是忍的结果是什么 是我的肋骨被打断 每股被打骨折 实在忍不了 我瞒着娘家人离婚 一个人带着六岁的周旭 到城市来讨生活 虽然辛苦些 但日子却比经受家暴酗酒赌博的 丈夫戳膜要好得多 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在有恶习 或者不懂感恩的人面前 讲奉献和隐忍 就是把自己送给他们戳膜 其实早在周旭结婚那天 而媳妇突然要求我 在添五万块钱的彩礼 她才啃上迎亲婚车的时候 我就不该在周旭的哀求下妥协的 一味的妥协 只会换来更加变本加厉的所求 果然 现在他们以怀孕相要挟 提出这种毫无人性的要求来 退一步吃糠宴菜 进一步保住养老生活 我决定不再纵容他们 我起身将他们正在吃着的饭菜 一股脑全倒进了垃圾桶 周旭和小慧震惊地看着我 妈 你干什么 我们还没吃完呢 烧得这么好吃的菜 到了多可惜呀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 淡默地说 我情愿倒给猪吃 也不愿意给你们吃 小慧 你不是我生的 不是我养的 你今天提出这些 我不说你 但是也换为思考一下 以后你的孩子也在你老了之后 这样把你吃干抹镜踢出门 你是什么感受 我又看向周旭 毫不留情面地说 周旭 你真是连猪都不如 我养头猪长大 还能卖点钱 过年给自己买身新衣服 再半点年货 我养了你28年 别说没穿过你买的一件新衣服 现在反而要被你扒皮 你自己想想 这是人能干出的是吗 生不生孩子 是你们夫妻 应该深思熟虑后去做的决定 而不是把孩子当成宠马 来我这里做交易 你们这样的行为 既不配为人子女 更不配为人父母 想要打掉就趁早 孩子还没生下来呢 就把他当宠马谈利益 谁知道像你们这种自私的人 孩子生下来以后 会不会卖孩子 小慧没想到 一向温和的我 会突然翻脸 脸色胀得通红 手捂着胸口气的 说不出话来 周旭是看过 我和他父亲决裂时的很决的 这时也顾不得心疼垃圾桶里 他没吃上了那五条红烧黄丫头 有些心虚的说 妈 你别说得这么难听 我们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 这才哪到哪 就嫌我说话难听了 难看的还在后头呢 饭菜都被我倒了 饭也没得吃了 小慧一手捂着胸口 一手将筷子啪一声摔到地上 起身进了房间 将房门关得震天响 很快 房间里就传来小慧讲电话的声音 他气的声音都在哆嗦 爸 你让赵阿姨 给我把我的房间收拾出来 我要回家 发生什么事 你闺女被人欺负了 我这上了一天班 还怀着孕呢 回到家才说两句话 那死老太婆不仅给我白脸色 还把饭菜给倒了 连饭都不让我吃 之前偶然听过他讲电话 也是死老太婆死老太婆的叫 那时候没听全 我也从不疑心 她是说我 现在才知道 原来当面喊妈 背后一直是叫我死老太婆 周旭听到他要回娘家 急得什么似的 在房门外面低声下气的哄 让他看在肚子里孩子的份上 千万别生气 他哄到一半 抬头看到我在收拾餐桌残局 把摔了的筷子捡起来 忽然冲到我身边 扯着我的膀子 妈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里弄这些破碗筷 还不来给小慧道歉 他人高马大 扯着我的肩膀 把我直接架到房间门口 快给小慧道歉 要不然小慧真的要回娘家了 我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 周旭急得跳脚 说 妈 你这样闹 是不是把我和小慧闹得离婚了 你才满意 马上我岳父岳母 就要来接小慧了 我求求你说句话吧 给小慧道个歉 答应小慧的要求吧 行不行 他是真的着急 我的膀子被他扯得生疼 就差把我压着跪到地上去了 门外走廊 响起一阵脚步声 亲家和亲家母的脸 出现在门口 于是我顺应儿子的希望 抬手敲了敲门 小慧 刚才是我太冲动了 即使你们想把我这个死老太婆扫地出门 我也不应该一气之下 把我辛苦做好的饭菜倒掉 你出来吧 有什么话 我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慢慢说 我这话一出口 亲家问责的脸上现出了羞愧的神色 小慧并不知道 亲家已经来了 在里面听到我的话 以为我在服软 说 死老太婆 你听到了也好 我是看在周旭的面子上 喊你一声妈 现在撕破脸了 大家也都不用装 你也别说 我们不配为人子女 只知道索取 你也不配做长辈 你看看人有钱 家庭的长辈是怎么做的 生一个孩子 奖励一个亿 现在才让你掏六十万和一套房 你就先桌子 小红书上说的没错 无能的人只会跳脚 有用的人会想办法赚钱 给儿孙好的生活 钱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你不但死穷 还最自私 把钱都拽在自己手里 只爱自己 从来没有爱过周旭 亲家母听不下去了 站在房间门前 脸色尴尬 小慧 你在说什么呢 再怎么样 也不能挑周旭和你婆婆之间的母子关系啊 我叹了口气 对着亲家母摇摇头 说周旭这个人 以前就说过我离婚是不爱她 要是爱她 我就不会离婚 她也就不会没有爸爸 就算小慧不挑 她也是这样想的 周旭像是被触动心事 在旁边红着眼睛说 妈 难道我说错吗 真正爱孩子的妈妈 怎么可能会离婚 他们会想着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你知不知道 每次其他孩子嘲笑我没有爸爸的时候 我心里有多难过 有多恨你 我永远忘不了 爸爸跪在你面前苦苦地哀求 让你看在孩子的面上原谅他 别离婚 可你还是为了自己 选择了离婚 小慧说的没错 你就是自私 你就只爱你自己 以前你不肯为了我原谅爸爸 现在不肯为了孙子答应我们 把房子和钱交给我们 你就是不配做长辈 亲家母没想到她会这样说 看着我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自嘲地笑了一下 让你看笑话了 亲家母忽然伸手重重地拍了一下周旭 你这个死孩子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诛心的话 你妈要是不离婚 她就要被打死了 所以 你是只想要你那个毒鬼爸爸 不想要妈妈生事 我和亲家母赵娟是发小 只不过 她很早就嫁进城了 嫁的是个二婚的官夫 小慧是她的妓女 我当初离婚 带着周旭进城 是她帮我在城里租好了房子 让我们母子得以安顿下来 周旭和小慧 也是在那时候认识 两个孩子 一个伤感自己没有爸爸图 一个怜悯自己没有妈妈 就这样一起长大 直到走进婚姻的殿堂 因为自己决意离婚 导致周旭在单亲家庭长大 我总有一种弥补心理 尽可能地满足她的要求 赵娟也因为是后妈的缘故 她别人说她偏心自己的儿子 所以对小慧也是更加用心 小慧一直都不领赵娟的情 恨她取代了她妈妈的位置 周旭不恨她爸爸离婚后 便对她撒手不管 只恨是我要离婚 让她没有了爸爸 本来我撑了一口气 要教训一下这自私的两口子 赵娟的话 却让我差点哭出来 被理解 会让一个人卸下武装 变得柔软 房间门被小慧从里面打开 她对赵娟凶道 你打周旭干什么 欺负她没有爸爸是不是 胳膊肘往外拐的贱人 赵娟没说话 她总是这样 为我打抱不平 但碍于后妈的身份 只能对小慧无限包容 不愿和她起冲突 我仰手给了她一巴掌 她被我打猛了 睁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死老太婆 我怀着孕呢 你敢打我 我冷冷地看着她 嘴巴放干净点 你好好想想 你现在开的车 是谁赚钱给你买的 你那么多嫁妆 是谁给你的 不求你感恩 你开口就骂贱人 刘强在赵娟嫁给她的第五年 就一直身体不太好 不能干重活 基本靠赵娟在工地上 没日没夜地干 撑着那家 小慧和周旭结婚的时候 我给了小慧28万彩礼 迎亲当天她 又要我追加5万 彩礼一共给了她33万 全部她自己拿着 三斤钱给了10万 让她自己买 赵娟给了她10万陪嫁 外加一辆小汽车 作为对小家庭的资助 这所有的一切 换来一声贱人 小慧捂着脸 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 看着周旭和刘强 老公 爸 你们两个就这样看着我 被她打吗 周旭的拳头握得紧紧的 但总归 我还有点当妈的威严在 她不敢打我 血红的眼睛瞪着我 像是要吃了我 亲家有些头疼地看着小慧 说 小慧 不能没大没小地说你赵阿姨 这一巴掌不冤 就是赵琴不打你 我也不能放任你这样 伤你赵阿姨的心 从小到大 她没有亏待过你 小慧用仇恨的眼神 看着刘强 好好 好 有后娘就有后爸 我早就知道 我是个没有家的孩子 受欺负了 也不会有人撑腰 她又转头看向周旭 哭得更可怜了 周旭 你说呢 你也不会给我撑腰的是不是 周旭被她激得上前一步 吓死力气推了我一把 谁也不能打我老婆 你是我妈也不行 我哪里经得起人高马大的周旭 全力一推 强大的冲击力 让我向后倒去 头部一阵闷痛 我磕在了地角线的转角上 血流了下来 疼痛让我晕眩了一下 我恍然看到 小慧仰起嘴角 看着我得意地笑了一下 然后哭哭啼啼地转身跑了出去 周旭看了我一眼 跺脚转身去追小慧 也出门去了 刘强急得不行 小慧怀孕了 这样跑出去 我担心出事 我去看看 说着也连忙出门去找他们 屋子里安静下来 赵娟看着我 眉头拧成了一个穿字 死小子力气这么大 出了好多血 我带你去医院 外面下着大雨 我看了看外面的雨帘 叹了口气 说算了 这么大的雨 怎么去 见人见命 家里有点符合纱布 你帮我处理一下就好 赵娟正帮我处理伤口 刘强临程落汤机一般地回来了 他们开着车出去了 我追不上 回来看看 赵琴 怎么会闹成这样的 我把事情原委前后说了一遍 刘强叹了口气 说我们这一辈子 不就是为了孩子活吗 他们有要求 答应他们就是了 干什么要闹成这个样子 房子和钱 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 你别看得太重了 钱再重要 能中得过孩子们吗 哟 刘强已经好多年不赚钱了 他可能已经忘了 像我们这样的底层工人 每一块钱里面都包含了一滴血汗 钱和房子我确实都带不走 但我现在还活着呢 还没有埋进土里 我才五十多岁 怎么 难道我现在就应该把自己给活埋了 然后把房子和钱都给他们 他们现在已经是这副嘴脸 难道我还指望 把房子和钱全部给了他们之后 他们能给我养老 我没说话 赵娟帮我包扎好后 我催着他们回去 家里的玩具积木还没有收拾 明天我还要去打工 我得把家里先收拾了 卫生打扫了 明天才能去做事 经历了这么多事 活了大半辈子 我早就知道了 顾影自怜是最没用的 有独自垂类伤心的时间 还不如拿来赚钱 为自己的后半辈子 多积攒一点保障 想起明天答应了孩子 给他们播放绘本 我打开客厅的电脑 准备去网站 上下一点绘本资源 电脑主机没关 我刚一打开 就谈出小慧的微信群 聊对话框 跟你们说个十分解气的事哈 今天跟我婆婆 那个死老太婆吵了一架 她居然打我一巴掌 后面跟着群友 好几张震惊图片 都在问 姐妹没事吧 现在还有敢打媳妇的婆婆呀 她是从封建社会 穿越过来的吧 李大普 姐妹你以后 要是赶给她养老 你都对不起我们的乳腺 小慧跟在愤怒的群友 后面连发了几条 哼 死老太婆那是我的对手 我只稍微哭了一下 她亲手养大的儿子 就是我老公 直接把她推了个倒栽葱 头上撞开好大一个口子 血流了一地呢 还有什么比自己养大的儿子 反过来打自己 更杀人猪心的呢 而且 姐气的还在后面呢 大家都知道 今天外面下着大雨吧 我想着她 撞开了这么大一个口子 肯定要去医院的 所以我先下手围墙 哭着离家出走 把家里的车先开走了 家里没有车 下这么大雨 是很难打到车去医院的 哈哈 有群友马上就说 姐妹干得漂亮 真解气 姐妹简直爽文大女主啊 真爽 其实我也会上网的 我只是没有上过大学 并不是彻底的文盲 因为要把接回家的孩子们 给双职工家长看看 好让他们放心 所以我家里是装了监控的 我把今天早上 和晚上的监控导出来 直接发在群里 不是为了要网友 来评判对错 而是 我想看看 现在的年轻人 对婆婆这种 天生反派的物种 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是不是无论婆婆怎么做 都罪该万死 所幸 很多人在看完监控后 不再是一边倒的 站在小慧那边 这太离谱了 怀个孕就要婆婆 净身出户 不是 姐妹 你看 不仅要净身出户 还要买菜 上门来做免费保姆 我生的是儿子 我以后也是婆婆 天啊 看到这种要求 现在就开始瑟瑟发抖了 不是啊姐妹 结婚本来南方 就要准备房子的 现在只有一套房子 住在一起 肯定是婆婆出去 租房子住啊 难道让年轻人 出去租房吗 楼上的看全视频了吗 婆婆早上 说了六十万存款 拿出五十万 给他们小家庭买房啊 不是特别挑地段的话 可以买一套新房啊 我觉得 婆婆做到这个份上可以了 我家婆婆 我们结婚没出钱没出力 别说准备房子了 连彩礼都没出 我对她所有的要求 就是别来对我的生活 指手画脚 只能说 人心不足舌吞向 你们听到那句说 人家有钱家庭 做长辈的儿 牺牲一个奖利一个亿娜吗 对此我只能说 有本事就嫁进豪门去 没本事嫁豪门就别逼逼 这明显自己不占理啊 还特别心机的 把磕伤的婆婆留在家里 把车开走 让婆婆没法去医院 只有我一个人 觉得用心很毒吗 我看着群友的叽叽喳喳 只能说网友都是嘴屁 大家虽然对婆婆 这个身份没好感 但基本的是非观还在 小慧过了半个小时 才发现 自己在群里被群友们攻击了 马上就退了群 打电话给我 我没接 不想听她喊我死老太婆 与此同时 我在周旭的朋友圈里看到了 她跟小慧和我前夫 在一起用晚餐的照片 配文是久违的父子情 我前夫的事 我是知道一点的 最近赢了蛮多钱 把房子买在我隔壁小区 昨天还给我送花球复合 我捡了块石头 放进花束里 一起砸她脸上了 现在照片里 她眼角的伤还在 对了 昨天她还说 给了周旭十万块 当做是对她缺席 这么多年的补偿 我养了周旭28年 现在前夫 只用十万块钱 就把她从我身边买走了 这样的儿子 不要也罢 把她和儿媳 还有儿媳肚子里的孩子 一起打包送给前夫 让他们一家四口幸福的生活 这样想着 我没有在理会小慧 在微信上骂我死老太婆 发监控出去 不得好死之类的话 而是把周旭和小慧的东西 一样一样整理好 放进打包袋 然后全部搬到家门口 儿子儿媳 我都不要了 从今往后 我所有的力气 全部都用来爱我自己 我决定成全他们 做他们口中自私的自己 周旭和小慧是半夜回来的 那时我已经收拾好 所有的东西睡下了 我这个人有一点好 就是一旦决定了什么事情 就绝不在这件事上 再耗费任何审思 更不会瞻前顾后睡不着 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 我大概已经在打憨了 周旭把我摇醒了 妈 你怎么还睡得着 我好不容易把小慧哄回来 你别再惹她生气了 小慧没进我房间 大概是看到我收拾好 整整齐齐 放在房门口的行李袋 哼了一声 死老太婆还算实相 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老公 雨停了 让她现在就搬走 我现在看到她就来气 你也不想我肚子里的孩子 跟着生气吧 真是 不指望她回来后 会问一下我的伤情 但是一回来就摇醒我 让我搬家这样 真的让我很暴躁 而且中途被打断睡眠的 感觉很不好 我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打断人睡觉 是要天打雷劈的 怎么你亲爱的爸爸 没教过你这个道理吗 还有啊 你看清楚 这是老娘的房子 我不搬 周旭跺脚耍无赖 妈 妈 我求你了 你搬过去吧 压一副 亦我交了1600元 你要是不搬 钱就浪费了 你儿子我赚钱多难啊 1600元血汗钱啊 她这种违缘的工作 我以前也是干过的 我不觉得有多累 我会选择去工地上干活 只是因为工地上 每天给我开500块钱工资 有时候开掉机 加两个小时的班 一天能给到我800块钱 如今她出了1600元 就心痛成这个样子 却大言不惭的 让我把60万积蓄 和房子全部给他们 难道我的钱 就是大风刮来的 不比她的钱 来得更血汗 这种无赖 我真是一眼都不想多看 起身将她推出房间 刚把她推到房间门口 主卧里传来小慧的尖叫 老公 我们的柜子怎么空掉了 我的衣服呢 周旭狐一的眼神看看我 又看看门口摆着的行李袋 我点点头 对 你们的东西 我都帮你们打包好了 既然你心疼那1600块钱 刚好你们趁夜搬过去 这样 小慧也不用看到我就生气 你租的房子也不浪费 走吧 我不会开车 就不送你们了 小慧听到 我要将他们扫地出门 直接不干了 你说什么 要把我们赶走 全天下哪有你这样无德的老人 租了房子又不通风 又没光线 连电梯都没有 每天爬七楼 你让我们去住那样的房子 那样的房子我可不住 周旭 要去你自己去住 我怀孕了 住的环境很重要 你这样子逼我 我明天就去医院打掉孩子 和周旭离婚 周旭一听 打掉孩子离婚 就急得上头 妈 你要是做了我们离婚啊 等你老了 可别指望我们 我们是不会管你的 以后你死了 臭了都没人知道 你好好想清楚 我看着他们 平静地说 我已经想清楚了 从今天开始 我的养老和死活 房子和钱财 都和你们无关 所以你们该搬走搬走 该离婚离婚 该打掉孩子就打掉孩子 一切都与我无关 周旭跳着脚说 打掉孩子 我们家就绝后了 你还是我亲妈吗 啊 我冷笑 你们家绝后关我什么事 我姓赵 我又不姓周 你去找姓周的 他应该很关心 老周家绝不绝后 说完 我走到大门口 叫门打开 让他们把行李带搬走 周旭拉着小慧的手 把行李带往外搬 然后把电话 打给了我前夫 爸 你今天不是让我和小慧搬过去 和你一起住吗 你帮我们收拾一下房间 我们现在就搬过来 他挂掉电话 用一种决裂 又得意的眼神看着我 是你把我推到我爸那里去的 你可别后悔 后悔 笑死了 他们姓周的父子俩 一定要紧紧地锁死 我才高兴呢 眼看着能回去 睡个清静的绝了 周旭和小慧 忽然攀住我要关注的门 不是说 要给我们五十万买房的吗 钱呢 我都要气笑了 还惦记那五十万呢 打着哈欠 我提醒这两口子 怀的是老周家的孙子 这五十万 自然是找你爸爸要 我这里 从现在开始 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们 周旭和小慧的表情 像是天斗他了 本以为再这么着 都有五十万保底 没想到闹了一场后 一分钱都没有 小慧破房地站在门口 用各种脏话 骂了我半个小时 我关门回房 懒得理 半个小时后 我听见外面有前夫的声音 他亲自来接他的儿子儿媳 和未来孙子回家了 我的世界也终于清静下来 可以睡个好觉了 不用给他们掏五十万买房 我手里忽然有了一笔巨款 我把理解烧菜馆 那四个小时的洗碗工作辞掉了 还留下了两份工 而且家里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 家务活也少了不少 轻松多了 能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多了不少 我拉着赵娟 和我一起去报了个驾照培训班 三个月后 我提了一辆十万左右的小轿车 暑假不用接送幼儿园小孩的时候 我把王婆婆家做饭搞卫生的工作也辞掉了 和赵娟一起去庐山旅游避暑 在山上住了半个月 这是我们第一次放下生活的重担 在清凉的庐山林道里散步爬山 看日出 坐缆车 观赏瀑布 那种感觉很奇妙 这半个月都有一种在给自己充电的感觉 身上能量满满 我们也学着像年轻人一样发朋友圈 看到那么多人点赞 心里是满满的开心 自然 朋友圈也不全是点赞 还有小慧和周旭 在我们朋友圈的评论区骂娘 我无所谓 看到他们破房 我就开心 赵娟也看开了 我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熟 她养别人的孩子没养熟 就也没什么接受不了的 过了几天 刷到周旭也发了朋友圈 前夫带着他们也来庐山避暑了 但是爬五指锋的时候 小慧摔了一跤 当时就去医院保胎了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带着孕妇去爬山 从庐山回来后 我依旧在小区里接了两份活计 上午给独居的老人 打扫两个小时的卫生家做饭 傍晚帮双职工家庭接孩子放学 可能我干灌了重火 这两份工我做起来实在是轻松 每天能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多了 我开始学习插花 做面包和蛋糕 把我做的面包和蛋糕 分给老人和孩子吃 有一天 我和孩子们正在客厅里分蛋糕呢 门被砰砰砰的拍得震天响 我打开门一看 周旭和小慧一脸慌张的看着我 妈 快 快让我们进去 催债的人找不到爸爸 现在追着要我们还债 我一点也不意外 赌博迎来的房子迟早会输掉 现在不仅输掉了房子 还又欠了一屁股的债 不仅如此 周旭还跟着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这些追着他们催债的人 有一半都是催周旭欠下的赌债 想要不劳而获的人 或许能有一时风光 但又有几人能得好下场 我冷漠地把门关上了 将惊慌的周旭和小慧关在外面 转过身来 我温和地看着 正在往蛋糕上插蜡烛的小虎和孩子们 帮他们把蜡烛点上 说我们一起唱生日歌 祝小虎生日快乐好不好 稚嫩的童声和唱起了欢乐的生日优歌 外面是小两口被催债的腥风血雨 里面是孩童过生日 大家的欢声笑语 我知道 没有他们的日子 我只会过得更好 正文完 翻外周旭 我恨我妈 我奶哭着跟我说 村里挨打的女人多了 你奶我也是被打过来的 怎么你妈就非得离婚 她就是自私 哪怕看在你的份上 也不能这样狠心啊 我妈带我进城那天 我奶都哭得快晕过去了 还不忘记塞给我两百块钱 她说她把所有的家当都给我了 让我千万别忘记 自己是老周家的孩子 进城后 我妈要带我去改姓 我想起奶奶的话 没同意 我妈也没说什么 我妈赚钱了 给我买了新衣服 还给她自己买了漂亮的裙子和口红 我穿着妈妈买的新衣服 想起上次爸爸进城来看我时 身上穿得又脏又破的袋子 心里觉得背叛了爸爸 很内疚 要是妈妈能给爸爸 也买一件新衣服多好啊 可是妈妈不会的 她都不让我去见爸爸 说爸爸赌博 会把我带坏 我要见爸爸一面 还得偷偷地去 我十岁那年 妈妈问我 如果她和李叔叔结婚 我能接受吗 李叔叔是工地的包工头 有钱 比爸爸长得好 对妈妈和我也大方 他哪里都好 可我就是讨厌他 我偷偷把这件事告诉爸爸 爸爸说妈妈就是个势利盐 和他离婚 就是嫌他没钱 我也觉得 妈妈背叛了爸爸 他和李叔叔真恶心 我死活不同意他们结婚 后来 妈妈也不同意我和小慧结婚 说赵阿姨真心实意 对待小慧这么多年 小慧对赵阿姨 还是苦大仇深的 这是小慧不懂得感恩 妈妈这是在报复我 这个世界上 我最讨厌的两个字 就是感恩 没有人知道 我和小慧心里有多少恨 这个世上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值得我们感恩 妈妈不同意 我和小慧的婚事 但她还是妥协了 说我喜欢就好 结婚当天 小慧说考验一下 我妈甚至真的爱我 让我临时问我妈 加五万块的彩礼钱 爱在哪钱在哪 我也想看看妈妈的态度 妈妈想也没想 断然拒绝 不仅如此 她还说小慧反复无常 不是家偶 我早知道她没有那么爱我 要不然 当初就不会和我爸离婚了 我真是自取其辱 还连累小慧对我妈说 迎亲那天早上 我坐在自家的门槛上 把新郎妆都哭话了 我妈看不下去 还是不情不愿地拿了钱 结婚那天我爸也来了 他那阵手气不好 输了不少钱 但还是借钱 给我和小慧包了 一万块钱的红包 我爸说 哪怕是借钱 我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受委屈 这就是爱的表现 不像你妈 手里拽着那么多钱 要给你钱的时候 挤牙膏似的 她就是自私 后来 我爸走运 一下子赢了很多钱 他在我妈小区隔壁买了房子 说要了却我小时候的心愿 跟我妈复婚 不仅如此 他一下子拿出他身上 所有的现金十万块钱 作为对我和小慧 这个小家的支持 他说 爱就是倾尽所有 也要给你 爸爸爱你 对比我们结婚后 我妈也就过年的时候 给我和小慧包一个红包 我爸这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 我妈一天打三份工 比我和小慧两个人 加起来都赚得多 她有钱 但拽在自己手里 小慧怀孕了 这一胎来得很不容易 因为婚前没做错事的原因 小慧为我留过好几次产 我很心疼她 想要对她更好 我问我妈有多少钱的存款 小慧很早就想当家了 她说结婚了 她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大家都应该把手头的钱给她 由她来规划怎么花 我妈说她还有六十万存款 我和小慧买房独立出去的话 她可以出五十万给我们买房 我把我妈的想法告诉小慧 小慧问我是不是傻 家里有房干什么 还要花钱去买房子 直接让妈把房子过户给我们就好 我问她 不是一直想分开住吗 她说可以让妈妈出去租房子 妈就你一个儿子 这房子迟早是要给我们的 趁她还健在 过户给我 比以后她走了 我们通过遗产继承 手续好办多了 而且也省不少钱 我又担心我妈租出去后 小慧没人照顾 小慧说可以让妈晚上住出租屋 白天来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照顾她 毕竟谁媳妇怀孕了 不要来照顾呢 我觉得她说的对 她好不容易才怀上 无论要什么 我都想满足她 没想到我妈反应那么大 发了那么大的火 甚至动手打了小慧 谁家媳妇怀孕了 当婆婆的不要出钱出力 怎么到她就不行 我爸和我奶说的没错 她就是自私 她居然把我和小慧赶出门 她怕不是疯了 以后等她老的不会动 休想我管她 到那时候 看她后悔成什么样 以后可不是我们需要她 是她老了需要我们 好在爸爸在隔壁小区买了房子 把我们接过去了 那天爸爸问我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我告诉她三千五 她说那工作干的没意思 让我跟着她赚大钱 我看了眼 坐在客厅沙发看电话的小慧 奶奶正把切好的苹果递给她 爸爸说小慧需要人照顾 就把奶奶接过来了 小慧怀孕 她辞了工作 现在哪哪都需要钱 我确实要赚更多的钱才行 可我担心赌博这玩意儿不靠谱 跟着我爸去试了一天的手气 居然一天就赚了一千多块 我辛辛苦苦一个月才赚三千五 跟着我爸随随便便 一天就赚一千块 我又去了两天 依旧赚钱 第三天果断把工作辞了 连交接都没去公司 就跟着我爸钻进了 台球厅的那道小门 里面是赌博厂 一直都手气很好 小慧看着我 每天用迎来的钱 买回去的营养品 笑得可甜了 直到那一天 爸爸和我把全部的 身家缩哈进去 准备赢一票打的 没想到 我很慌 可爸爸很镇定 说输赢奶兵家常事 让我放平心态 很快就能回本 我哪里能放平心态 我有老婆孩子的 没房子没钱 怎么养老婆孩子 爸爸带我去找了虎哥 把乡下的房子和宅基地 全押给了他 借出来一笔钱 带着我去翻本 手气齐差 抵押借出来的钱也输光了 我不敢跟小慧说 拿着小慧的三金 押在虎哥那 借了第二笔高利贷 后来又借了第三笔和第四笔 直到被虎哥的人赶出房子 拿刀逼着我们还钱 爸爸早就知道 他们是怎么逼债的 在他们来之前 就借口外出溜走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 妈妈不让我接触爸爸 不让我染上赌博的恶习 是为了我好 我想起妈妈为了我 没有跟李叔叔结婚 想起妈妈虽然不同意我去小慧 却还是为了我妥协 结婚后不仅没有为难过小慧 还处处包容她 每天都做她爱吃的菜 我错了 妈妈是爱我的 爸爸才是那个 把我拉下地狱的人 小慧不知情 和来催债的人吵了两句 就被他们粗暴地推倒在地上 她的胎本来就没坐稳 去医院保了好几次胎 这一帅直接流产了 我看着血把地板染红了 心里一片冰凉 流掉的不是血 是我和小慧的孩子 那是我们进了多少次医院 吃了多少药 才怀上孩子 我愤怒 心痛 可是却毫无办法 那群人毫无怜悯之心 他们对我和小慧拳打脚踢 我紧紧地抱住小慧 歇斯底里的求饶 别打了 快别打了 求求你们 我妈有钱 我带你们去找我妈 她会帮我还钱 他们听到我说 我妈有钱 终于住手了 让我和小慧带他们去找我妈 我求他们 能不能先送小慧去医院 她流产了 又被打了 现在真的很虚 我真担心她会没命 我才求了半句 带头的人就嫌我吵 拳头直接砸下来 把我门牙也给打掉了 奶奶虽然没被打 但是她看到这样的场面 两眼一翻就倒地上去了 身体还在不停地抖动 我不敢再求他们 送奶奶去医院 就那样眼睁睁看着她 在我面前断了气 我擦了一下嘴巴上的血 悲痛愤恨地扶着小慧 带着他们去隔壁小区找我妈 事到如今 只有我妈能救我 只要我妈肯救我 我以后就带着小慧 在我妈身边好好过日子 到我妈门口的时候 我们身上浑身都是血 我妈开门了 我大喜过望 看着我妈 我颤抖地开口 妈 妈 快放我们进去 催债的人找不到爸爸 现在催着要我们还债 我妈只是冷漠地看了我们一眼 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我不敢相信 我是她儿子 我和小慧现在浑身是血 她居然不管不顾地把门关上了 我和小慧用力地拍门 妈 妈 我们错了 求求你开门放我们进去吧 你把房子卖了 加上你手头的钱 就能帮我们把债还掉啊 妈 求求你 救救我们吧 那扇门就那样毫无动静地关着 里面甚至传来了孩子 唱生日歌的欢快声音 那是别人家的孩子 他为什么都能为别人家的孩子 做蛋糕 却不肯救救自己的孩子 催债的大哥看了我一眼 一巴掌拍过来 不是说你妈会盯你还债吗 怎么看上去人家都不认识你 你小子敢骗我 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我抱着小慧 拼了命地喊 别打了 别打了 再打真的出人命了 他们给了我三天的时间筹钱 说我要是筹不到钱 就砍掉我的手 我没有办法 只能去找岳父岳母 他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 小慧孩子没了 老公也保不住 结果我岳父说 他家的钱都在赵阿姨手上 他手上没有钱 实在是帮不了我 我求赵阿姨去医院 照顾一下小慧 他现在很虚弱 真的很需要人照顾 赵阿姨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变得和我妈一样冷漠 我做什么 小慧都不会领情的 让你爸去吧 是他的亲闺女 岳父去了医院 却什么都不会做 只会帮到忙 小慧气得每天都想死 生活过程这样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趁着我妈出门去做事 去家里托房产证 托我妈的金银首饰 先扛一阵子 不 扛一阵子没有用 要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实在没有办法 我也只能让我妈死于意外 我继承财产还债 我跟着我妈的行踪 她把在小区里的三份工全辞了 每天和我岳母 不是爬山就是逛街 还去看演唱会和脱口秀 我都被人逼债逼成这样了 她却过得那样潇洒 我站在她身后默默地想 她这么自私 只顾自己快活 不管我的死活 就是死了 也不可惜 我跟着她的第二天 接到了一个警察的电话 你是周健的儿子吗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怕得发抖 只能说 是 对方马上说 有人今天早上跳桥了 你来认认是不是周健 我一阵头晕恶心 爸爸被催债的人逼得跳了桥 他们是动真格的 我不能再犹豫了 要不然 爸爸的下场就是我的下场 我决定下手 可是 还没等我动手 李叔叔的保镖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把我钳制住了 李叔叔没露面 最后走出来的是虎哥 你小子 差也害死我 李总要保的人 你也敢动心死害 是你自己跟你爸爸那样自我了解 还是我让人 把你和小慧一起丢江里去喂鱼 小慧 不行 小慧这辈子被我害的 已经不能有孩子了 我不能再把她的命给害没了 她是个苦命人 说我对不起她 我给小慧留了一书 第三天穿戴整齐 爬上了这座城市最有名的那座桥 听说 这座桥 每个星期都有人跳下去 这个星期轮到我了 当我走到桥中间 忽然看到小慧也站在那里 小慧说 我被你害惨了 你记着 你这辈子欠我一条命 下辈子还给我 我来不及抓住她 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她 在我面前跳了下去 她是我这一生最爱的女人 她死了 我还有什么勇气活下去 纵身一跃 妈妈 我死了 你高兴吗 大概她不会知道吧 毕竟李叔叔把她保护得那么好 这种消息 不会传到她耳朵里面去的 我和小慧 大概是没有人收拾的 全文完感谢观看